从8月7日以来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和病毒全基因测序结果分析来看 我是本轮疫情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此次疫情感染毒株系奥米克戎BA2.76 二是流行病学调查和环境采样结果提示 此次疫情为输入性 三是家庭聚集发病 奥米克戎不等于大好流感 传播力远大于流感和此前的新冠病毒其他变异株 现有疫苗对奥米克戎变异株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对于重症和死亡能够起到较好的预防效果 请广大市民一定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尤其是第三针加强针疫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